好 另外正在南台湾热闹登场的墾丁音乐界 今天进入了第三天 国宝级的恒春民谣大师朱丁顺也来登台演出 今天下午他就开唱了40分钟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 一把老乐琴一曲恒春调 国宝级的恒春民谣大师朱丁顺 竟然也来到春天呐喊开唱 天真这个文化 大家都会了解 只会说四江几岁而已 其实四江几岁顺还要五成条 但是我这次就是要来这么好 要表演这些台阶这些人会了解一下 原本是摇滚舞台 83岁的朱丁顺不只赶来报名参加 还特别一改恒春谷调的悲伤旋律 创作比较轻快的新曲 而且还融合了舞团表演 大师级的登台 连其他乐团的主唱也跑来声援伴奏 非常开心能够跟这些 算是很棒的人 很棒的老先生这样 觉得大家从心里面的尊敬他这样 对然后昨天是因为我被带走了 然后带走他们今天要练团我就好好去看看 然后就玩一下还不错这样 融合了这么多种的音乐元素 传统又前卫的横春迷遥 让台下的年轻人听了大呼过瘾 我觉得很温馨 而且前面还有一些很动感的那种街舞表演这样子 整理上来我觉得很丰富 而且听起来真的很有台湾的感觉 传统的鼓调或者是传统音乐都是台湾自己研发出来 算蓝调的一种 国外是蓝调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这个 不过会来到春天烂海和年轻人争取曝光机会 其实是因为即使曾经获得金曲奖 朱丁顺登台演出的机会平均也才一个月一次 为了让恒春明了继续流传下去 他说任何演出机会都不会放过 我爱呀 我爱呀